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映出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将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后本头 咱们今天来聊海贼王 曾经利用这个西湖海的称号 大闹海底大金玉 并且呢 其中招募了不少大海贼的黑胡子 在当初进入海底大金玉 最底层时也要夹着泥巴 生怕一个不小心 招惹上了什么不能惹的人 今天豪哥 先来盘点一下 在海底大金玉 最底层之中啊 黑胡子不敢招惹的那些大海贼 因为邦迪瓦尔德 被称之为世界的破坏者 他是默默果实能力者 其果实能力呢 可以让他接触到的物体的大小 以及速度增大上百倍 就单论海贼来说 瓦尔德都算得上是一个异类了 这个人最大的梦想 就是推翻世界政府 曾经更是疯狂啊 嘿 疯狂到 想要增大上百倍的大炮 轰掉马铃不多 总而言之吧 这个人就是一个疯子 还是那种没什么脑子的疯子 黑胡子 本身是一个野心家 对于这种掌握了强大力量的一根心 当然是敬而远之咯 不管能不能说服 可以先躲得远远的就对咯 第二位道格拉斯 巴雷特 他是剧场版中的人物 是海贼王罗杰的部下 在罗杰被处刑后 巴雷特也被海军抓捕入狱 在黑胡子大闹海底监狱后呢 曾经回到了陆地 恢复了实力 此人呢 相较于追逐自由 像冒险家多过海贼的罗杰等人来说 性格残暴了他 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大海贼 黑胡子看见他就全身发虚啊 也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啦 最后一位巴洛里克 莱德 菲尔德 他虽然并不能算是常规角色 但也是伟天大大亲手设计的嘛 仅凭一个人 在上个时代 就能与罗杰和白胡子并驾齐驱 被称之为孤高之虹 对于这样的强者 就算黑胡子 再怎么不要贝斯不要脸 也不好意思去招揽啊 或者也可以说不敢去招揽 咱们可以想一下 以后的场景 要真有这么一位大爷 在自己的船上 等这位大爷恢复了以后 这海贼船 到底还信不信黑呢 可能就不是黑胡子的 嘿 咱们就两说了 所以啊 黑胡子在莱德菲尔德面前 必须得加底巴做人 四皇也恕无辞 好了 现在好贯公布本期的 猜图答案啦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